近年来的中国发展速度十分惊人 足以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但是你知道中国能有今天经历了多少波折吗 就拿制造业来说 都说中国是制造大国 但是让人心痛的是 很多关键技术都掌握在西方列强的手中 就好比离心压缩机 业界有这么一句话 离心机一响黄金万两 可见离心压缩机对工业生产有多重要 然而压缩机机壳的制造却特别困难 全世界拥有这项技术的只有美德两国 而这两个国家因为凭借这项技术 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对这项技术也十分保密 整整垄断封锁了60年 而过去我国的以西离心压缩机 全部都是从德国进口的 如果设备出现问题 只能找德国专家来解决 别的国家根本修不了 因此德国人要价3000万元人民币 还要6个月才能够修好 原本购买设备和维修设备的价格 我们就难以承担了 更何况是停登6个月呢 为了不再受制于人 中国汉工杨振华和其他工友们 花费了20天 消耗了一吨左右的汗次后 终于发明了现在的分体汗接技术 制造出来了合格的机壳 值得一提的是 现如今中国制造的压缩机机壳技术 已经超过各个国家 就连美德两国都开始订购 中国生产的压缩机机壳 而这项技术给国家也带来了巨额收益 不但不再依赖进口 反而每年反赚10亿 而这一切都是多亏了杨振华 果然是高手在民间 好了 本期的一线科技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